剑豪的弟子们 之断 呼布老师 有你的信 是野牛金铁老师的弟子 真毛野鸭美进来的 野牛金铁先生 是那个天下无敌的耍贱爷爷 再来是他的弟子 真毛野鸭美先生 他找呼布老师想做什么呢 野牛金铁老师他 竟然病倒了 已经那么有国力 要淘气的野牛金铁爷爷 竟然也有病倒的时候啊 我应该去探望一下 野牛金铁老师才对 但是我从明天开始 必须进行六年纪的剑术考试 金吴 你可以代替我去吗 好 我很乐意去探望 我从以前就一直很希望 自己有机会可以去见见野牛金铁老师 那么我这就准备慰问金给你 慰问金 误完 你也想出钱吗 不 没这回事 误完 那么请帮我跟野牛爷爷问好 我们几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什么事 例如课后补习 还有作业 还有打工 这样啊 那么我先走了 录下小夕 好 好像有谷味的 原来是忍出玄源的基本金吴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我是 范家玄南十三份 玄南先生 是建豪辉州井沟先生的弟子 难道说 你也正好要去探望野牛金铁老师吗 嗯 我要代替辉州井沟老师探望 你也是啊 是啊 我代替护布新左卫门老师 那我们一起去吧 好 怎么啦 玄南先生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都不洗澡啊 那是当然的吧 要是在洗澡的时候被敌人袭击 我就没办法防御了 这么说护士也没错了 好了 我们走 是 到了 这个地方就是野牛金铁老师的家 找我有什么事 野牛金铁老师 奇怪您没有生病吗 你说我生病 不对 真要说起来 您老人家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啊 那当然是 一起用这种方式登场 改用这种方式登场 比较帅啊 这爷爷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淘气 先别管这个了 你们说我生病了 是啊 因为您的弟子真某野鸭美先生 送一封信过来告诉我们说 野牛金铁老师病倒了 啊 哪有这种事 天下无敌的耍剑爷爷野牛金铁我 正如你们所见 非常活力仇废呀 话说回来 你们两个是谁呀 啊 我是回州警钢的弟子 搬家学男 我是护步星左卫门的弟子 简本金武 啊 我想起来了 老化的十三岁 老师记得一些智慧末节的小事 老师 您比想象中的还要有活力 不是说了 正如你们所见 我还很有干劲 奇怪 这没什么奇怪的 不是啦 那为什么真某野鸭美先生 要特地写信告诉我们 说金铁老师生病了呢 嗯 我知道了 嗯 我知道我的弟子 真某野鸭美写信 说我病倒的理由啦 呃 因为真某野鸭美 他这个人不服输 真某野鸭美先生不服输吗 前几天 我替真某野鸭美 进行剑术指导的时候 来吧 你可以从任何方向过来 是 是你输啦 不 我刚才并没有输给您 你说什么 我只是假装自己输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担心老师会因为我而受伤 所以才故意把木刀给丢啦 你这家伙又说那种不服输的话 才不是呢 我绝对没有不服输 这就就是刚好有宋国打中了老师的头 不是吗 那跟圣服一点关系也没有 当然有关系 老师你一定会因为这件事大受打击 然后卧病在床 怎么可能啊 他之前就这样胡说八道 还真是不服输到有够找人麻烦啊 我们带了慰问金过来 这还真不好意思 我代替他道歉 抱歉 老师 你为什么要跟别人道歉啊 真某野鸭美 你寄出新的新给很多人添麻烦了呀 你是说我寄给惠州警工老师 和户部新准问门老师的信呢 你给我看好了 他们的弟子还特地敢来探望我 连慰问金都准备好了 竟然还准备了慰问金呢 是啊 那我就恭敬地收下了 哎 臭小子 我还这么有精神 怎么可以随便收下这些慰问金呢 才不是呢 这不是什么慰问金呢 那你说说还真是什么 这是大家特地赠送给 没有卧病在床的老师的祝贺金 你用不服输的规则啦 不要晃来晃去 我才没有晃来晃去的 其实这是草学舞的 我才不服输 Neo wykor订阅给 Jongと思